在音樂廳裡 每一次的演出都需要有演奏家 观众 以及幕后的技术人员 这三个元素集合在一起 才能造就一场精彩的艺术饗宴 但是隔行如隔山 很少有人能够了解 舞台上那些会发光 或是发出声音的黑盒子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 跟着风洞的脚步 一起了解幕后技术人员的工作秘心 大家好 我是风洞室内乐团的团长郑宏 为了让观众不管在哪里 欣赏我们的演出 都能有细致灯光与震撼的音响体验 每一场的音乐会 我们都会搭配灯光音响的技术 就是要让乐团在哪里 哪里就是音乐厅 今天我们就跟着技术人员 看一看一场演出 需要多少设备还有技术的配合 才能呈现给大家清澈又美妙的声音 仓库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设备 主要分成音响以及灯光两大类型 光是和收音相关的设备就有数不清的线材 音控设备 扬声设备等等 为的就是要让观众体验乐团演出精细的声音与细腻的律动 灯光系统也不遑多让 琳琅满目的灯光控制台还有相关的机器 都需要搭接220伏特的电压 技术人员甚至需要有专业的电弓执照才能执行 每次要装台的前一个晚上 技术人员就需要细心的把设备挑出来 一是清点 测试 装箱 上车 在演出的现场可是没有任何出错的空间哦 一早到达演出的舞台之后 音响和灯光的工程就如火如荼的开始进行着 只有准时完成所有设备的架设与测试 接下来的技术彩排才能如期进行 麦克风是乐团跟观众之间最重要的桥梁 为了追求最完美的声音表现 使用的型号与特性甚至收音的方向 都经过仔细的考量 音控师才能追求最忠实的音色表现 另外 阵列喇叭是舞台上最大最显眼的黑盒子 它们要摆放在哪里 朝向什么方向都影响到观众席上 每一个座位的欣赏体验 舞台上每一个场景所呈现的灯光效果 都是团长与灯光师实现设计和讨论的成果 透过灯光的渲染 我们可以选择让舞台上的乐器 还有演作家闪闪发亮 或是运用灯光的变化 让舞台呈现出绚烂的色彩和氛围 进一步增强音乐给观众的感受 有些灯啊 隐藏在音乐厅天花板的猫道里 距离地面十几公尺高 这些都需要技术人员胆大心细的 到每一盏灯的后面去调整角度 才能准确的照亮舞台哦 猫道顾名思义就像是猫行走的小走道 它通常都需要通过很隐秘的楼梯才能到达 而猫道的灯具却是打亮舞台正面不可缺少的光源 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需要从猫道调整面光 让每一位舞台上的演出人员都能被观众清楚地看到哦 当所有的设备都架设完成 这时候音控师还有灯光师都会就他们的工作位置 调整控台的各项参数 确保每一个麦克风 每一盏灯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下 就等演出的人员准备好 舞台监督 舞台助理们依序就位 技术彩排就开始了 每一次的技术彩排就是要确认演出单位和技术单位都能顺利结合 这个过程中除了让音乐家能够适应场地对声音的反馈 同时也让音控师以及灯光师有时间可以对各个场地的音场 还有灯光角度做最后的微调 风动的每一场演出都一定会在前一天执行技术彩排 确保第二天正式演出都能够完美执行 让每一位观众都有一个美好的节目体验 终于到了演出前倒数的时候了 透过对讲机我们和前台经理确认观众进场都顺利完成 一场音乐会就要开始啰 我最喜欢的是霍尔的主曲 魔法公主 大娱乐家 星际异光队 因为我穿星际异光队的衣服 你觉得灯光啊什么我觉得蛮震撼的 跟每一首音乐都蛮搭配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每一首都是有看过的电影 所以会有一种生利其境 在听的时候脑海都一直会有电影的画面 灯光是让人非常为之一亮 全场非常惊艳 然后觉得非常的活泼可爱 今天风动试念乐团的技术特辑 神秘的黑盒子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我们剧场见啰